今天和大伙分享 我是文化革命过来的人 文化革命的全过程 包括大约我全都参加了 毛泽西对我终身的影响 有一句话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说左派右派的朋友都要交 本人是中国少有的 学者里面 左派右派都有朋友的 这点当年刘伯承 要不是左派右派都有朋友 红军哪能过草地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 既可以跟索罗斯 讨论问题 当然也可以在欧盟 和美国的智库上 教训奥巴马总统 将来我等着教训 特朗普和彭斯副总统 那中国人想什么呢 想的就是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精英响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要学西方 西方有的 中国也要有 这点我非常理解 因为我做核武力的 所以西方有原子弹 我们当时 西方人嘲笑我们 是喝大锅清水汤 六个人穿一条裤子 那我们也得做原子弹 你有导弹 我也得有导弹 现在你有航母 我也得有航母 然后中国的金融领导人 也很明白啊 现在金融被号称为 火箭科学 对不对 所以美国手上 有什么金融武器 我也得学什么武器 这个武器呢 就是我们坚决反对 引进的 期货市场 期权市场 金融衍生品工具 因为它把美国搞垮了 也把欧洲搞 搞得半死了 现在要把它引进中国来 而且宣传的是经济学 教科书的理论 说这个金融衍生品 可以干嘛 可以对冲风险 发现价格 稳定市场 我的这些朋友 都是我的哥们 速度念得不错的 美国念的PHD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打过仗 他们想的是什么呢 你在中国现在 股市低迷的情况底下 不但不是像当年 香港金管局 不让西方资本来抄底 美联储不让中国资本去抄底 自己脱市 而咱们呢 觉得国家队脱市 脱不起来 干脆引进国外的机构 投资者来脱底 外国资本一拉股市起来 不是股民解答欢喜吗 比人民一到社论海 还管事 另外一个呢 中国金融很多乱象 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散户太多了嘛 引进西方机构投资者 中国的这个地区 债务又很乱 引进西方的评级机构 然后就可以 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 金融竞争力 你们说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 当年中国改革的时候 还要求国有企业上市 一定要由西方的 六大会计系统来审计 审计当然把中国 好多管理不善地方改进了 但另一方面 你就明白 美国掌握了中国 全部的金融信息 所以现在想打谁就打谁 想制裁谁就再说 为什么呢 中国的经济信息 都让美国人掌握了嘛 对不对 人帮政府一个命令 这些会计事务所 这些评级公司 不把中国的经济信息 像中信公司一样 都提供给美国政府了 想过这件事吗 我认为中国人倒是没想过 因为太希望跟美国友好了 我就问你 美国人进中国金融市场干人 美国人已经把中国 变成头号竞争对手了 为什么还要进中国金融市场 我不是美国人 但是我可以设想一下 我坐在他的位置上 对不对 我不能以小人自信 度君子自服 或者君子自信度小人自服 但是我可以知道 我在他的立场上干什么 那作为经济学家非常简单 现在西方国家 越是富裕的国家 越是再抬高筑 没钱了 我刚从洛杉矶过来 住在好莱坞旁边 大火烧到好莱坞 美国的电力公司快破产了 保险公司快破产了 政府没钱救 哪来钱呢 市场谁有钱 中国最有钱 中国钱多得 泛滥成灾 没地方去 到处投机炒房地产 炒股东 现在中国对我开放金融市场 我马上就可以把 中国之水拿来灭美国之火 这不第一大好处 对不对 保险公司从来就是愿意 你们年轻人投保 不用缴我赔钱 然后来填骨老人的窟窿 现在我拿中国的钱 来填补美国的金融窟窿 那不好吗 但是我认为还有第二条 没有一个美国金融的大财团 大资本家 会愿意中国金融 成为美国的竞争者 帮助中国金融 做得比美国的竞争 金融还要有竞争力 所以我认为他们进来的话 一定会 寻找中国体制的漏洞 瓦解中国 社会主义特色金融的根基 这是我要警告大家的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我就说要明白 西方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 误以为西方的社会科学是科学 像自然科学应该是普遍的真理 我说不对 因为我做了 三十多年的复杂科学 来检验经济学的理论 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 是八十年代牛津一个 非常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 叫David Hendry 提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计量经济学 It's Archimio Science 是炼金术还是科学 他的猜测是炼金术 我是解析节的证明 它就是炼金术 为什么呢 后面我会给大家数据 金融科学 不知道用什么实验 来检验它的理论 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这件事 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做的 我们发表了文章 2002年初的 没有一个西方主力经济家 敢站出来 说我们有什么错 那么我就来跟大家讲 金融可不可能 是像金融理论描写的那样 是自由的 中立的 一种交易方式 而且能够达到全民富裕 当然不可能了 如果你们谁要读过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的话 你就要明白 什么叫有效市场理论 有效市场理论是告诉大家 你们谁也不可能 在金融市场赚钱 如果你要达到 理想社会一般均衡 那平均利润率是零 如果那样的话 你还去开企业干什么 资本家无利不欺早 对不对 如果你交易是平等的 信息是对称的 资本主义的市场 早就实现均贫富了 哪里还需要社会主义革命 根本不需要 所以我在美国交朋友 我的经济学 金融学 是从看数据开始的 但是还有一个诀窍 我是跟有才能的人 对话里面学到的 我问那些金融界大佬 我说你们跟我说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金融交易 跨时空的交易 发现价格 你知道他们告诉我的话是什么 我这都是原话 我虽然记不出来说话的人是谁 但是都是有通有脑的人 都是美国一流的智库里的金融学家 他们说美国有句行话 叫银行家永远愿意借钱给不需要钱的人 为什么借钱给不需要钱的人呢 因为他有钱呢 你不怕他赖债不还呢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越是创业的人 但是你如果是 比如McKenzie 最大的咨询公司 他招人的时候 招你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你以为他愿意招富家子弟啊 No 我问过他们 我说你们怎么招那么多学物理啊 数学啊什么 不愿意招经济学家 他说招经济学家干什么 经济学家相信市场上不能赚钱 我就要赚钱 我招他们来干什么 所以McKenzie招人两个标准 第一 smart 聪明 最好是street smart 街道上的聪明 不要被那书本迷惑了 第二条 hungary 明白吗 他饥饿才会打拼 所以如果我是红军要带部队招兵 如果我是金融的对冲基金 我要招人马 我要附加子弟官人来干什么 我要找能够打拼的人 但如果你问银行家 他就本指就是闲贫爱富 明白了吗 然后你跟我说做金融就能全民富裕 开什么玩笑 大家的信息平等 你们去借钱利率平等吗 越是想要借钱的中小企业 越不借给你钱 或者万一借到钱你的利率最高 为什么呢 说你风险最大 对不对 但如果我当老师的 我要看见农家子弟来 小秤次的学生来 赶上我的课 小子有种 我就要你了 对不对 我要找个大城市的那些人 又想不干活 又想挣钱高的 来跟我干嘛呢 我是打江山的 还是让你来吃现成饭的 所以西方金融的本质 就是闲贫爱富 西方赚钱的本质 就是火中取利 而不是雪中送炭 所以我们中国今天要打造中国模式的金融 怎么做呀 我认为很简单 要学会西方的武器 以子自锚 攻子自盾 但是技术可以学 导弹我也可以学 但是我的战略怎么样 战略目标 就要跟你相反 我才能打了你这场战争 同意吗 我认为很简单